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本月15号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G20峰会期间进行短暂的交谈之后 两人隔天再度碰面时 被意外拍摄到习近平当面向特鲁多抱怨 后者将两人的交谈内容透露给媒体知道 只是这样的行为相当不合适 对此部分观察人士跟媒体人 对习近平带有威胁语气的讲话态度 感到惊叹跟不解 也有人认为习近平亲身示范的战狼外交 从他对特鲁多的态度明显可以看出 他相当清楚现在的加拿大 是一个中国可以随意拿捏的国家 发广报导出席G20峰会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见了许多国家领导人 但是却有意要冷落特鲁多 没有安排与其正式的会晤 但是特鲁多15号在20国集团峰会现场 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人来人往的大厅内 跟习近平简短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 会面就如同中方所言相当的简短 但是特鲁多说出了他想要说出的要紧话 加拿大政府随后按习惯向媒体发布了新闻稿 披露了交谈的核心内容 其中一点特鲁多就中国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 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上个礼拜加拿大环球新闻 公布有关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一份报告之后 特鲁多批评中国跟民主国家 以及加拿大政体进行危险的游戏 加拿大警方10号还宣布 正在对中国在加拿大非法设置远警机构 来监视华人进行调查 特鲁多说在攸关加拿大公民的重要问题上 表现强硬是极其重要的 另外一点特鲁多还跟习近平讨论了 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跟地缘政治的问题 包括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以及朝鲜的核问题 而外媒记者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询问到中加领导人交谈的情况时 得到的回答却是无可奉告 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有后续 加拿大摄影记者在巴厘岛居团体现场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习近平跟特鲁多16号再次在人来人往的大厅相遇 习近平把特鲁多把两人私下谈话的内容 透露给媒体表达不满 画面显示习近平脸上的笑容相当的勉强 他对特鲁多抱怨说 不适合啊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 如果有诚心 咱们就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交谈合作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特鲁多听完翻译之后表示 希望继续寻求建设性的合作 特鲁多还对习近平解释说 在加拿大我们信奉自由公开而且坦率的对话 习近平则简短回应表示 创造条件创造条件 说着他跟特鲁多握握手静字走开了 就这样习近平跟特鲁多的私人谈话 以及习近平则被特鲁多向媒体泄露消息的对话画面 风移了整个网络 对习近平当众动怒 部分观察人士跟媒体人在推特发表分析 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不适应 西方媒体跟公众人物的运作方式 难免会动怒 其实在西方政治人物跟媒体的互动再正常也不过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资深国际新闻特约记者 派特·里希克则认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场边对话的肢体语言 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目前对加拿大的轻蔑看法 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教训跟威胁的国家 回顾家中关系 自2018年华为技术公司高管孟晚舟被拘留 以及北京随后以间谍罪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以来 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虽然去年三人获释之后对峙结束 但是两国的关系仍然不乐观 渥太华以国家安全为由 在今年5月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 并且在11月稍早 命令三家中国公司剥离他们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股权 同时加拿大政府准备推出印太战略 外交部长乔丽说 该战略将在人权方面挑战中国 同时寻求跟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气候变化跟其他共同目标方面的合作 在G20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习近平也计划跟澳洲、日本以及印尼领导人会晤 不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却不在中方会晤的名单上 《新岛日报》引述《环球邮报》报导 沃泰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约翰斯顿说 家中关系仍然处于冰点 自华为高管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 以及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关押 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 尽管孟晚舟跟两名麦克被释放 但是现在两国的相处仍然十分紧张 他补充说在新疆的人权问题上 沃泰华一直抨击中国的做法 包括国会在2021年将新疆问题指控为种族灭绝 这让北京非常的不满 加拿大外长乔丽在近日的活动当中指出 中国在国际上面越来越有破坏性 他抨击中国的人权问题 表示加拿大会关注中国的人权跟知识产权问题 提醒在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企业要对地缘政治提高警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水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加拿大对此发表的言论 并已向加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赵立坚也指责加拿大的言论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 表示中加关系处于十字路口 如果想要修补双方的关系 关键在于加拿大一方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赵普表示 对习近平跟特鲁多没有正式会晤 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他说由于乔立的言论 以及获泰华下令中国国企 减少在加拿大矿产公司的投资 预计习近平不会向特鲁多来示好 他接着说 家中两国战时最好的结果 就是两国的外交部长之间 有可能计划非正式的会晤 根据环球邮报的分析指出 中国对加拿大的抨击是由于 沃泰华跟随美国的对华方向 但是随着拜登跟习近平成功的会晤 沃泰华有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澳洲之前所处的境地 即使北京继续跟华府接触 也会因为追随美国的立场而受到惩罚 在前美国总统川普执政期间 当时前澳洲总理莫里森支持美国打击华为 并且呼吁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其后中澳关系变差 澳洲当局很快的发现 北京愿意容忍来自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抨击 习近平也愿意低声下气的微笑 跟美国总统拜登握手言好 但是他不会容忍一个较小国家的批评 因此加拿大有可能会发现 自己现在正处于当日澳洲的境地 中国政府情报官员因为试图窃取贸易经义的间谍罪行 在美国被判处20年监禁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司法部二害二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 首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国政府情报官徐彦均 16号在辛辛纳提联邦法庭 因为上述的指控被判处20年监禁 检察官办公室说 徐彦均的目标是美国航空公司 他代表中国政府招募这些公司的雇员 前往中国并且搜取商业情报 辛辛纳提一个联邦陪审团 2021年11月5号 裁定徐彦均面临的阴谋从事经济间谍 阴谋窃盗贸易机密 试图从事经济间谍和试图窃盗贸易机密的控罪成立 检察官说徐彦均是职业的情报官 2003年开始升到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副局长级别 根据法庭的档案跟在法庭出示的证据 至少是从2013年12月开始 徐彦均把目标对准了美国跟海外的具体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航空技术领域公认的领导者 徐彦均利用化名幌子公司 跟通常以去中国大学举办讲座的名义 来欺骗美国航空公司的雇员们去中国旅行 并且支付他们的差旅费跟补贴 徐彦均跟国家安全部其他人员合作 在客人出席国安部晚宴时 在酒店房间内攻击或者是拷贝电脑 美国通用电器航空的一名雇员 在2017年3月被招募去中国一所大学做报告 两月后成行并被介绍与徐彦均相识 徐彦均跟其他人为这一名雇员支付了旅费跟补贴 2018年1月 徐彦均向该雇员索取系统规格设计流程的资讯 通用电器航空跟联调局合作 该雇员在公司配合下 通过了电邮从公司向他寄去了两页的文件 并标有披露专有资讯的警告 2018年2月 徐彦均跟该雇员开始讨论 趁着该雇员出差的机会 在欧洲见面的可能性 并且要求该雇员寄一份公司 发给他的电脑的文件目录拷贝给他 徐彦均4月1号带着现金前往比利时 并且安排跟这一名雇员见面时被抓 检察官办公室说 徐彦均同时试图获取军事情报 2022年9月 芝加哥一个大陪省团 判定在芝加哥生活学习的中国公民继钞群 在徐彦均的指导下为国家安全部工作 徐彦均2014年1月 把继钞群正式登记为国家安全部的海外特工 指示他搜集潜在招募物件的生物资讯 并且提供了至少9名美国人的姓名 还教他要如何在学校应对联邦调查局的询问 芝加群向徐彦均提供了这些人员的详细背景报告 2016年 芝加群通过了紧缺人才征兵计划 入伍美国的陆军预备役 芝加群对徐彦均以及安全部说 他成功以国安部特工的身份渗入美军 计划迅速地获得公民身份 并且获得最高安全时刻 芝加群向一名联调局便衣特工说 他能够使用军人证件 进入到所有的美军基地 为国家安全部来拍摄航幕的照片 俄亥二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 徐彦均于当年10月 从比利时被引渡到美国 是第一位被引渡到美国 接受审判的中国政府请报官 给您的亲友 跟着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二十大之后 中共人士安排备受关注 特别是中国外场这一个职位 日前传出可能将由现任 驻美大使秦刚来替补 引发了外界的注意 不过相关的猜测 却在14号中美外交大事的拜喜会上 举办过后有所改变 中央社报导全球瞩目的拜喜会14号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除了中美元首之外 两国各派了9名官员一同参加 报导形容双方与会代表 可谓是精锐进出 根据美方资料显示 中方出席人员 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外 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主席秘书吕陆华 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司长华春莹 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长杨涛 以及副司长郑立乔共识人 美方出席人员除了美国总统拜登之外 还有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叶伦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白贡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 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 白宫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鲁松 跟习恩共识人 外界注意到美方除了拜登之外 出席的九个人 可以说全部都是拜登的中国团队 其中来自于国家安全团队者 就有沙利文 康贝尔 罗森伯格 杜鲁松跟习恩等五人 比例过半 而美方其余四人当中 布林肯跟叶伦为部长 分管外交跟财政 康达为国务院亚太助亲 伯恩斯为驻中国大使 也都是对中国政策形成的要角 至于中方除了习近平之外的九人当中 丁薛祥跟习近平同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毅、何立峰为政治局委员 也是部委首长 马昭旭、谢峰、华春莹为副部长级 杨涛、郑立桥为正副司长 而属于习近平秘书的吕陆华 一排序也属于副部长级 在级别上上述九人 从政国级到司局级呈现均匀的分布 颇有讲究 而韩习近平赛内更有四名政治局委员 其中两名为常委 显见中方对拜习会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视 在职务上也上称对等 特别是何立峰跟叶伦都是财经事务主管官员 显见美中经贸上的重大分歧 是两国关系带解决的要项 但是另外戒不解的是 秦刚在中方代表当中缺席 特别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出席的拜习会 秦刚身为中国驻美大使 其余对等的原则理应出席 再加上秦刚近来被视为下届外长的热门人选 无论是哪一个原因 秦刚没有出席都引发了外界的揣测 在此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因为一度离开美国超过一个月 引发外界认为他可能未必会返回美国 而是会接任中国外长职务而受到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 此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年度晚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统治核心 中国由驻美使馆临时代办许学院出席 按照惯例中国驻美大使应该要出席这场晚宴 而秦刚的缺席意味着他还没有回到美国 显示他已经离开美国超过一个月 恐怕不会再翻美 外界认为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外交部长的有力人选 也可能更接近习近平的核心圈子 不过在那之后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在社交网站推特贴出了他跟秦刚的合影 并且写道 很高兴在北京跟驻美大使秦刚会晤 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前来讨论美中关系 这一篇文章也点出了秦刚反美的时间点 作为中国外交界的明日之星 在中共二十届中委名单当中 秦刚是外交系统唯一上榜的副部级官员 外界预期他是未来外长的可能人选 五十六岁的秦刚曾经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新闻司司长 驻英国公事 外交部副部长 去年七月更接下了驻美大使一职 他是外交系统唯一挤进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副部级官员 也是首名在任期内齐身中委的驻美大使 此前杨洁篪跟张叶瑟在驻美大使任内都还只是候补中委 秦刚在2021年7月28号赴美担任大使工作 正遭逢的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仅仅在就任隔天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书面递交果书副本 迄今尚未能够跟国务卿布林肯来会面 也没有办法向美国总统拜登正式递交果书 美国媒体政治客更进一步的指出 秦刚上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 拜登政府对他的态度非常的冷淡 同时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秦刚在2021年7月抵达华盛顿旅职之后的几个月里 只限于跟少数的美国官员会面 像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 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 消息人士说 尽管中方一再要求跟更多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来会面 但是接触的范围还是很在 报道还说 秦刚不得不通过比较低级别的互动来在华盛顿行事 包括了与其他外国大使会面 跟美国的媒体高管来共请晚餐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圈对秦刚的评价 跟对前任大使崔天凯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秦刚是一个在战斗中不会退缩的人 一位外国外交官评价说 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玩家 不容易与之合作 是习近平战狼外交的代表人之一 中国近期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一系列的纾困举措 包括金融监管部门出台16条重磅措施 从房地产企业融资 老交楼 个人贷款等多个层面来提振脾弱的楼市 不过有分析认为 尽管这些纾困举措能够让陷入困境的中国地产行业 解一时之痛 但是还不足以恢复生机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连日来出手救经济 11号先是发布优化疫情防空20条 放宽多项防疫措施 不会是文讯大涨 房地产的板块掀起了涨停潮 接着中国人行跟银保监会联手发文 释出了救市的讯号 支持房地产开发贷款 信托贷款跟境内债务 给予适度转期等救市16条 跟之前00cc推出的措施相较 这一项计划要更为全面 有分析指出 这16条措施是对新一轮房地产 金融工作的系统总和更定调 可以说是中共二十大以来 最清晰跟全面的房地产 金融制度路线 对于当前楼市应该产生了 积极且重要的影响 中国要救房楼市不是没有理由 有报导指出 受到习近平三条红线的政策冲击 中国房地产市场几乎崩盘 像恒大这样子的房企 也爆雷不断 危机一直扩散 除了烂尾楼房贷断供之外 直接冲击以受地收入为主要裁员的地方财政 从更现实面来看 由于房地产占的中国GDP高达25%以上 房地产只要出了问题 银行体系可能也扛不住 再加上清零措施的冲击 进一步将中国经济推到了悬崖边缘 传统上来看 9月10月一直是中国楼市的旺季 号称金酒银食 然而今年中国楼市依然买气冷清 全国100个城市新房价格连续4个月缓比下跌 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下跌 根据统计数据指出 中国30家披露第三季度报告的房企当中 有超过6成的净利润下滑 而且有将近一半的房企为净亏损的状态 尽管这些救市措施一开始可能会造成市场热情高涨 不过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跟疫情防控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经济成长背负的两大重担 尽管会拉抬一些行情 但是血淋淋的数据在于 中资地产指数年初迄今依旧跌了超过30% 根据财讯 目的高级信用分析师指出 随着房地产企业风险向金融机构蔓延 最新措施体现出当局要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立场 但是要扭转地产行业的下滑可能任重道远 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专家艾西亚埃·雷罗 则指出 中国官方针对房地产行业推出的这些措施 不过是为了要帮助银行跟信托公司 以免因为地产商无力偿还现有的贷款 而发生不良的贷款 但是这样的措施不一定会刺激到购房需求 而且银行也不一定会发放新的贷款 存量债务偿还期限延长一年到期之后 房企还是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只能够解一时之痛 根本就不可能根除病原 相送资本执行董事沈蒙认为 建于市场极度的悲观 疫情防控跟房地产市场两大政策的调整 将在短期之内提振投资者的情绪 然而市场长远表现取决于政策落地的情况 以及政策是否保持稳定 当然也有抱持着比较正面积极态度的观点 中美财富有分析提到 相比于之前的边际宽松措施 这一次出台的金融16条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操作性 政策愿望都十分的明显 几个重点在于 第一 支持行业融资的力度超乎寻常 第二 关于保交楼问题所推出的各项措施 也非常的引人注目 第三 关于监管措施的调整力度也十分的明显 第四 充分的体现了引导跟改善市场预期的意图 第五 兼具指导性跟可操作性 同时也不忘了设防金融的风险防范 这些措施跟防疫20条同一天推出 也表达了政策面希望在优化防疫措施的同时 以促进房地产这一个跟国民经济 三分之一体谅紧密相关的支柱性行业 回暖来促进宏观预期改善 跟经济持续稳定向好的意图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促进房地产融资恢复 跟保房器 保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不过房地产行业的问题确实由来已久 而且也牵涉到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负债发展 模式 实行效果如何仍然有待观察 彭博分析指出 中国接连宣布大幅放松地产限制 跟优化防疫控制 是迄今为止最强烈的信号 这也表明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注意力 正在转向拯救经济 报导指出 习近平政府这项重大的政策转变 当然可能有助于中国的增长前进 不过中国经济跟房地产行业面临到的阻力 仍然还是有可能继续存在 麦格里集团中国经济主管胡伟均认为 这确实是重大的宽松 二十大之后 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空间似乎已经扩大 中国经济的两座大栓 动态清零跟房地产 也都释出了调整的空间 花旗也有分析报告指出 这跟先前的零碎敲打不同 作为中央政府首次出台的全面支持政策 可能会彻底的扭转局面 不过适当调整绝不意味着结束动态清零 事实上在新措施发布后的第二天 官员们很快就澄清相关调整是完善而不是放松 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如今中国开发商的债务期限迫在眉睫 到2023年底 中国房地产行业至少有2920亿美元 境内外借款到期 其中包括了今年的537亿美元 跟明年第一季度的723亿美元 这些数据仍然让人触目惊心 最后房地产行业跟中国整个经济前景 可能取决于最近的支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恢复银行投资者跟购房者的信息 如果地产金融政策再不做出实质的调整 开发商流动性又会持续的恶化 届时更让外界担忧的是 系统性的金融风险